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目前中國處於內外交困之際 在這個敏感時刻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就選擇前往吉林省一處進行考察的工作 當他去到四平戰役紀念館的時候 就說了以下這番話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所說 習近平在館內形神觀看 細緻詢問 然後就蓋蓋地說 四戰四平 只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武裝鬥爭過程中的一次重大戰役 我們從八一南昌起義到井江山的鬥爭 從艱苦戳絕的長征抗日戰爭 再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 是革命烈士的鮮血鑄咒了革命的成功 我們一定要奴記新中國來之不易 要讓十四億人民 九千多萬黨員 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 好好地學習中國共產黨黨史和新中國史 創業難 首業更難 我們一定要守住中國共產黨 創立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實際上他在關鍵時刻作出上述這番喊話 很明顯地流露了要保住紅色江山的信息 否則他不需要提到什麼創業難 首業更難之類的說話 而在當日下午 他考察了一個農業生產基地核心示範區 他提到 東北是世界三大黑土區之一 是黃金玉米帶和大豆之鄉 黑島高產風產 同時也面臨土地肥力透支問題 一定要採取有效措施 保護好黑土地這個耕地中的大熊貓 他這番說話其實同時亦表達出 對於在今年的年度 東北三省農業產量的重視 因為在南方 無論是長江流域還是淮河流域 都是有大規模的農地遭受到陷阱 農業的協收是可以預期得到的 而且再加上其他什麼黃災等等的問題 可以預期的就是 今年南方的農產量很可能比去年減少 所以東北農產量就非常關鍵 請問他講到什麼粟米帶和大豆之鄉 根本上在中國國內所生產的大豆和粟米 是不足以支撐本國的需求 因為很多的大豆其實不是用來人吃 而是用來製過之後 是餵畜生、餵豬、餵雞等等 若然不是靠美國進口的話 根本上無法維持中國的畜牧業 若然單靠中國自身的生產 之前其實都已經試過 貿易戰有一期就說 不再從美國那處進口大豆了 就從其他地方進口 實情那些都是左手交右手 下午去巴西買 其實巴西都是向美國買 但那期都買不足 結果下廣一期就說 大家想辦法 那些農民盡量去尋找一些替代品 來取代大豆 結果當然就是徒勞無功 和完全失敗 若然是有這隻替代品研發出來 或者是一早已經找到的話 就不需要依賴美國的大豆 一腳就是飛起它 結果到現在也要大量輸入 而且根據美國農業部 在星期四提供的數據 就說受惠於中國的大規模採購 美國粟米和大豆的一周出口銷量 就創了幾年以來的高位 而美國粟米的出口 更創下單個星期購買量的新高 故此到目前仍然依賴農產品的進口 尤其是從美國的進口 單靠中國自己的畜牧業一定是收皮 另外說到土地透支的問題 肥力透支的問題 這就是必然的 這麼多年來 不斷地去下化肥、下農藥 不透支才是期 故此就有一個惡性循環 若然就這樣耕作的話 肯定是貧積到不得了 故此必然是要使用到化肥 這就是環環相扣 若然化肥廠的原料不夠 或是倒閉了 基本上農業生產都是拜拜 好了 現在中國面對著內憂外患 習近平竟然說 號召群眾和黨員要學習黨史和新中國歷史 實情這除了進一步管控的意識形態 令到紅色江山更穩固以外 對於經濟的復甦 有什麼籌謀呢 這些事情來來去去都是搞政治的 經濟方面 似乎看不到實際的措施 好像一籌莫展一樣 當然 在習近平前往吉林省進行考察工作前 他就在北京那處主持召開了一趟會議 提出了所謂國內大循環的概念 但是如果單靠中國內需 是可以驅動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話 過去幾十年就不需要和外國做這麼多貿易 有哪個國家純粹單靠內需可以推動到經濟發展 內需也要那些人有工作才行 也要本身的經濟是健康才行 現在中國的經濟是什麽一個模樣 大家心知肚明 單靠什麽國內大循環 喂 糖水滾糖魚也要有糖水才行 間屎似乎是乾糖 中國經濟是剛剛 故此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前日舉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 提倡了可以通過做散工 即是炒散 來促進就業和增加收入 當日的會議就確定了 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措施 促進增加居民就業和收入 李克強總理就說 靈活就業規模大、空間大 今年受到疫情衝擊等各方面的因素影響 就業形勢嚴峻 農民工留鄉反鄉人數增加 各級政府要想方法 設法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 幫助困難的城鎮居民和農民工 就近加入零工經濟 增加家庭收入 此外他還要扭轉傳統就業觀念 他說過去很多人一說就業是固定的工作 現在是要轉變這種觀念 實現補就業、增收入、靈活就業 就是一個重要途徑 就業不可能全靠政府通過計劃來完成 而是要盡力發揮人民群眾無窮的創造力去實現 這也是中國經濟人性的重要表現 大家記住這一點 就業是不能完全通過計劃來完成的 其實這句說話 某程度上又是跟習近平打對台 我們稍後再解釋這件事 就著李克強這個倡議 其實就是反映得到 目前中國的經濟情況真的差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上沒有那麼多固定的工作出台 故此才提倡說 炒散、散工都要去照做 因為中國大陸其實沒有一個調查 是叫做就業不足率的 也沒有一個所謂就業不足的概念 反正你隨便有份工 他就當你是就業人口 故此可能本來一份工 就要在車間那裡翻足六天 現在如果將就業職位打散 成為兩至三個職位 可能變成每個人翻兩天 變成有三個人是就業 翻兩天工休一天 這種情況 以前在深圳的時候 那些所謂三和大臣是非常之流行的 那些人沒有身份證 而且又是大食懶 做兩天工 出現金工錢以後 休息一天去網巴打機 打到沒錢吃飯 又去上班 現在變成在全國範圍推動這件事 當然不是說那些民眾是大食懶 但是在目前中國的經濟嚴峻情況下 根本沒有那麼多職位空缺提供得到 故此就叫大家將就一下 不要想著一找工作就找一份固定的工種 可能翻兩天放一天又不定 或者是非常不穩定的又不定 反正叫做有份工作 讓這些人叫做有個精神寄託 不要像長期百無了賴那樣 對於社會的穩定性 都是會有提升的作用 我相信這就是李克強提倡 所謂靈活就業的原意 當然這一個概念 就是比較務實一點 起碼不只是叫人學黨史 或者國內大循環 這些是貼地一點 我就覺得他提倡靈活就業 可行性是很高的 但至於能否長遠實施 就成問題了 因為上次李克強提出了 所謂地攤經濟的概念 搞了不搞一個星期 馬上就遭到有些官媒 去口誅不伐 又說不適合當地的情況 又說可行性不高 諸如此類 反正到最後就是不了了之 無疾而終 是搞不成搞不起的 至於今次又怎樣 就真的要大家拭目以待 剛才我們提及到 李克強提過一句說話 他說就業是不可能全靠政府 通過計劃來完成的 為什麼他說這句說話 其實某程度上 又是跟習近平打對台呢 因為習近平在同一天的下午 他去了農業合作社 進行考察工作 其實他還說了一句說話 就說要走好農業合作化的道路 我們要總結經驗 在全國不同的地區 實施不同的農業合作化道路 大家只要去搜尋一下 什麼叫農業合作化 就知道 似乎習近平想走回毛澤東年代的舊路 農業合作化 在五十年代的時候 就非常盛行 什麼叫農業合作化 就是每一個地方 當農民私有田地收歸國有以後 就搞了合作社 當年這種做法 就是為了後來實現所謂的計劃經濟 打下了一個基礎 現在就已經走進一個 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若然在農村搞農業合作化 是否意味著 要在農村範圍 變回是搞計劃經濟 是否有苗頭 是否有信息出現 如果是的話 就等同於開經濟倒車 當然 這個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通過這個所謂計劃經濟 其實就可以加強對於社會的管控 這樣就是有助於 穩固中共自身的權力 但是對於經濟發展來說 究竟是計劃經濟好 還是市場經濟好 那麼中共自己的數據也能反映出來 如果計劃經濟是可以的 就不需要改革開放 對吧 不需要在1992年的時候 由鄧魯先生 南巡的時候 拍板就不要再談論 聖知聖社的問題 一律都是聖社 但是這個社會主義 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是行市場經濟道路的 當然你說它打橫來說也行 說它是很巧妙地破解到很多人的迷思 也行 反正它說得通就可以了 但是你說 究竟有沒有一個叫做 資本主義計劃經濟 我沒有聽過 因為根據以往的分類 資本主義就是行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就是行計劃經濟 但是鄧魯先生 威了水 將兩樣東西 叫做Fusion 叫做遊俠起來 其實一國兩制 都是鄧小平提出來的 當然 這些生命的概念 提出來的時候 是非常新鮮的 是會很吸引的 但是當執行起來的時候 到底是否可行 是否穩妥呢 這就是另一回事 一國兩制有板 你看已經撞了板 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因為經過了三四十年以來的實踐之後 到底是搞不搞得行呢 今年就是對於它非常大的挑戰 實情到底是要搞靈活就業 還是搞計劃經濟呢 真的要大家詳細看下去才知道 且看下回分解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